明天就是中秋節了 很多人早就已经开始准备烤肉庆团圆 营养师刚明明提醒 烤肉的食材选择很重要 像是加工品的热量就会比较高 营养师也指出烤肉加工品大多 因为使用大豆蛋白作为原料 使用淀粉当作粘稠剂 再加入大豆油等 热量跟油脂的含量都很高 像是一条185公克的柏叶豆腐 就高达了361大卡 猪血糕跟甜不辣则是颈椎在后 分别是拿231跟174大卡 至于高档食材 以A5和牛最需要注意 因为50%以上都是油脂 入口即化是因为有满满的油花 一份大约120公克 热量是高达980大卡 而战斧猪排也不遑多让 以一份250公克来计算 热量也高达了725大卡 哈喽 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